怎么平衡证明神的存在和宣告神的存在 证明神的存在这个部分后面要处理 宣告神的存在 对OK 后面我们会处理 这个就越过了 后面我会处理了 耐心等后面就解释了 神启示的主动性 人都是被动领受上帝启示的主动 那么怎么如何理解人类的自由意志呢 上帝肯定是主动启示的 因为有很多的问题 复杂嘛 它不是直线性的 所以我们为了理解问题 我们会把它分割 首先就是从启示的方面 肯定是神主动的 然后我们是被动的领受 那在领受的过程当中 因为启示的对象是神的形象 是具有人格的 但是这个接受启示的状态呢 人是在堕落的状态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无论是从一般启示 特殊启示 人是不可能主动寻找神的启示 或者主动回应神的启示 因此还有涉及到问题 那为什么我们能够领受神的启示 我们这些死人能够听到神的儿子的声音呢 启示的这个有效性 我们后面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所谓的重生 或者说光照 或者说有效的护照 或者是不可抗力的恩典 这是用不同的词去表达 上帝的启示不是说 丢给我们一个救生券 你看着办吧 爬上来抓着救生券 上帝启示的时候 上帝既然要施恩给我们 他就不会任凭我们这种堕落败坏的状态 以至于他造成他启示的失败 上帝发了一个短信 哎呀 问题我们不在服务区内 结果上帝就好无奈呀 没有办法达到他启示的目的 对不对 所以他启示的过程当中 对于他所施恩的对象 选民来说 上帝会先医治他们 医治他们的瞎眼 医治他们的耳聋 医治他们的背道的病 以至于他们能够接受神的启示 回应神的启示 所谓的光照 所谓的更新我们 所谓的赐给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能够以他所赐给的信心去回应他 最形象的例子 我用两个经文 一点大家都同好 一个是尼格蒂姆 重生的恩典 虽然我们不知道圣灵怎么做 但是它是奥秘的事情 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 虽然不知道风吹向哪里 但是树叶在动的时候 我们就是知道圣灵做工 我们能够悔改和相信 是因为圣灵在里面做隐秘的工作 那还有一个旧约的画面 就是以西结书里面 那个死亡谷的意象 预言吧 一预言 话语一旦预言的时候 气息就伴随着这个宣告 然后结果这个死去的这个枯骨就开始动起来 产生筋肉皮 甚至起来有生气 站起来 这是三十六章是三十六章是吧 那种复活的那种意象 形成大的军队 我们本来就是枯骨 你说咱们什么回应啊 根本没有发回应 死人怎么能回应神 罗马书一章里面 我们就算有所回应 我们都是逃跑 亚当躲避神 惧怕神 躲在草丛里面 从来不是主动 神那我错了 对不对 神主动来找 上帝使枯骨活过来 以至于他们能够按着神的指引 形成优化的军队 所以上帝的启示 临到我们的时候 是带着一种全能和果效的 以至于让我们这些人 能够听见他的声音 这个过程就包括着 赐予我们灵魂的苏醒 和活过来的生命 这个过程 这个可能涉及到旧恩论的会谈 和活动的会谈